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睇新闻知赋 苹果公司被传有意收购英国超级跑车制造商麦拿伦 虽麦拿伦否认 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提起麦拿伦 相信大家会首先想起一级方程式车队 其实这间英国车厂 除了擅长制造高性能跑车辞请赛车场之外 还精于创新科技 麦拿伦是研发超轻碳纤维物料的先锋 第一架碳纤维一级方程式赛车就是产自麦拿伦 它们还拥有很多尖端技术 包括汽车底盘物料 先进的电子推进系统 汽车电脑系统 空气动力系统 自动汽车工程 无以驾驶装置等等 麦拿伦将製造专业赛车的技术 用在公路汽车上 生产数以百万元一架的豪华跑车 大造富豪、潮人生意 麦拿伦去年生产了1654架车 带来4亿5千万英镑收入 承诺未来6年投入10亿英镑研发科技 至于苹果公司 瑞耳进军汽车业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报道说 已故创办人喬布斯 早在08年已旧私制造苹果汽车 但外于当时汽车业不景而各自 去到近年 苹果开展秘密计划 研发电动车和无人驾驶技术 到处招兵买马 目标在2020年生产出苹果品牌的汽车 但计划进展似乎不太顺利 去年有传可能在加州测试自动车原型 未能够成事 刚刚更解雇了一批汽车项目的工程师 今年年初 苹果注资10亿美元 被内地预约共乘交通工具、手机应用程式公司滴滴出行 惹离喘策 苹果将改为集中研发自动驾驶技术 放弃自行生产汽车 汽车生产不易做 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 更加需要经验 但是有钱都未必能卖得到 苹果收购麦拿铃 就能够立即拥有世界一流的汽车生产技术和专材 自动驾驶工程团队 自然也包括麦拿铃在业内的优良相遇 苹果在各间真先的无人驾驶电动车市场 终会能够迅速超越对手Tesla、Google 以至福特、丰田等等 并且对于麦拿铃也有好处 公司的盈利一直不太理想 前年曾经录得税前亏损2200万英镑 如果有新资金 在研发新科技上 就能够更加挥傻自愈 麦拿铃也能够受惠于苹果的软件系统技术 麦拿铃现时股值大约10至15亿英镑 对于坐拥大约500亿英镑现金储备的苹果来说毫无难度 一间以汽车文明的公司 一间就是以智能电话扬名的公司 被形容为天作之合 除了因为能够互惠互离 亦都因为他们志同道合 同样意外创新 走在潮流的尖端 麦拿铃最初在60年代 由新西兰人布鲁斯·麦拿铃 创办赛车队开始 80年代 双银丹尼斯接手管理 创立麦拿铃科技集团 不断转研科技、推陈出身 麦拿铃每两个星期 就会更新旗下一级方程式赛车性能 每3至5年 就能够研制全新车款 比一般车厂需时7至10年快 麦拿铃研发的科技 亦都不单单应用在汽车上 早已不知不觉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例如机场的飞机泊位分配系统 工厂的生产线 还有公司最赚钱的数据分析顾问服务 而苹果近年在智能电话、平板电脑上 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有目共睹 两个名牌如果能够结合 势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难怪并够报道一出 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苹果的秘密电动车计划代号泰坦 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统治世界的神族 反映苹果在汽车市场的野心 苹果能不能够继颠覆智能电话和电脑世界之后 再在电动车市场起革命 值得留意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此